分證 我覺得一文圈人真的是耐性真的很夠 我覺得很厲害 但是我真是覺得就是也不要放棄什麼事情 當我們遇到這個疫情的時候 他一定告訴我們說我們一定有別條路可以走 一定有一些更有趣的事情在等著我們 我們是比較是中場休息 就是這個比賽只是成為延長賽 我們並沒有取消 只是變延期 那很多節目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不得不延期 可是這段時間就是我們在沉澱 在醞釀自己往下走的這樣子的過程 講到所有的藝術創作者 他們其實投入了更多很多的努力在裡面 那我們會覺得說 都會覺得很可惜 那當然還是希望說日後 我們就是很努力的再找出其他的時間 讓這些演出可以再順利進行 可以在未來去期待它 可以讓觀眾可以有機會欣賞到 團員們在為了這個線上音樂會的東西做準備 然後他們非常認真的先錄完音的之後 再進到這個房間裡面聽一下彼此的平衡 然後下一段的錄音要怎麼樣調整 就覺得大家都在這個很艱難的時刻 一直在想著要用什麼樣各樣的方法 要用音樂陪大家走過這一切這樣 要用音樂陪大家走過這一切這樣 主要是非常希望能藉由這首歌對所有的朋友 不論在這段時間是不是有很多的工作上的影響 因為我知道很多周邊的人也許都有因為疫情而受到影響 然後我覺得只要我們保持身體健康 我們就有非常大的財富可以去未來做更好的準備 可以讓你離開我的心 不想說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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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已經錄完音了 我們今天已經錄完音了 其實我覺得比我想像中的還要順利蠻多的 我覺得我們錄根本超快 真的 9個人然後總共是分到3個聲部 然後還有2支solo 4個小時錄完 一般錄音室不可能是這樣子 可能要錄一個禮拜 但是大家效率非常好 準備的很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可以把這個東西的初心看到了 然後我非常期待他之後完成的樣子 那也在這邊非常感謝所有的防疫人員 你們真的太辛苦了 真的辛苦大家了 那希望這首歌可以給你們一些溫暖 在這個危險的世界 全世界已經在蔓延 城市寂靜關上心扉 彼此變得遙遠 我們要勇敢去面對 不管你在世界那一邊 努力守護這個家園 努力守護這個家園 相信病毒會被消滅 我會 空照隨時陪伴 每天 手要多吸一些 記得 按鈴鐺 过去阳光重现 眼前这空荡荡的剑 想不起从前的画面 漫漫长路还有多远 才能回到从前 彼此的关心没改变 微笑眼神只剩半张脸 放你辛苦我能理解 此后我们做的很对 舞台灯光展示熄灭 准备 等待下此机会 我会 乐观积极面对 用音乐声援放逸的概念 梦想仍会实现我看得见 我会 口罩随时陪备 每天 手要多心一些 记得 这样就能安全 安全你的身 安全你的心 等到黑暗过去 阳光重现 想念平凡的每一天 想念平凡的每一天 风吹拂廉价的新鲜 相信很快就会实现 一切渐渐康康 幸福每一天 在这个危险的世界 全世界疫情在蔓延 城市寂静关上心扉 彼此变得遥远 我们要勇敢去面对 不管你在世界那一边 努力守护这个家园 相信病毒会被消灭 拉千人这次很开心 能够跟笑哈哈的江老师 还有Eric合作 在这段期间当中 除了戴口罩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之外 那身为艺术人能够做的 当然就是只有艺术了 希望借由我们的歌声温暖大家 也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幸福永久 全世界呢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都停下了脚步 那希望这一次 拉千人与江老师的合作呢 这首歌能够带给大家力量 带给大家温暖 在疫情结束之后呢 能够重见阳光 重新站上舞台 一起平平安安 幸福每一天 很高兴这一次有机会 拉千人能够跟江老师一起合作 这一首抗议歌曲安全 希望呢 在目前大家呢 很低迷的时候呢 透过我们的歌声 除了安慰自己 也能够安慰大家 也希望呢 大家喜欢 拉千人温暖的歌声 也转发这首歌曲 让更多人 能够因着我们的歌声 受到安慰 这首作品能够诞生 我要特别感谢 拉千人合唱团 还有编曲李孟峰老师 我当初就是 将一个简单的旋律 交给李孟峰老师 然后他就帮我做了一个 非常棒的编曲 然后让他听起来 更能够打动人心 我觉得合唱团有一种魅力 就是让人家觉得 听起来很温暖很疗愈 非常能够贴近人心 因为这次有这个荣幸 跟拉千人合唱团合作 然后我认为 他富裕这个作品 全新的样貌 其实我相信大家 一定可以感觉到 就是我们所有的人 就是一起努力 然后希望能够用音乐 带给大家一点点感动 希望我们一起可以走过 这一段 觉得很难熬的时光 总会实现我看得见